好,现在可以打招呼,哈喽,大家好 来同学,看看师傅先进行复述 也不是复述了 同学,今天我们已经开始新的章节 同学,看一看荧幕的部分 好,同学,我们其实就是在上一堂课里面 阿比达摩论的新线第十章 已经完成了 就是里面的 就是总说 阿比达摩甘露未论 阿比达心论 阿比达心论的再解说 其实我们已经全部完成 同学,你要有心理准备 就是我们学的 并不是直接学它的精华的 而是作者对于它精论的外 就是它的condense 进行比对的 所以它不像摄论这样 摄论是直接挖它的肉的 所以你学的就是挖它的肉 摄论可以说直接是挖它的肉 这个比较像是在它表皮那边绕的 这样子 所以是一个这样的方式来的 好,那同学就看一看 那这边已经完成了 在第十一章,其实经部批语是我们在以前有读过的 但是师傅有把它挑掉 原因是因为后来发现 跑了一个节之后 它的内容就是不是太过相关 所以我把它挑掉 那么其实我们也是上了一节了的 可能同学不大记得 然后过来今天我们这节就从第五节开始 就是和里巴摩的城市论 还有第六节就是巴塑班路的四地论 我们从这两个开始了 为什么会这样开始呢 第一就是其实是这样的 这个城市论 其实它是一个宽东南川和北川之间的一个 很特别的论主 因为它的那个论主本身 它是有贯东学小乘跟大乘的 那么以前师傅在福音佛学院学那个经经道论的时候 那我的老师开音法师 他就把我们分几个group 一些group 五个group分负责不一样的论 刚好其实师傅就是负责城市论的部分 那读来跟经经道论蛮多类似的东西 但是这是我们给进道区里面 稍微理解它思想 同学我们读这些它一个好处就是 你读完它的表皮之后 你就知道这个是不是你将来 想要进行研究的 有这个好处所在 像之前读完这个表皮 师傅就下定决心想要找 扎阿比坛心论来看 接着师傅已经看完第一遍了 就是从这边知道 一位就从高神传知道 原来宣传讲了好几篇扎阿比坛心论 他才过去应对的 然后一顺导师讲 原来扎阿比坛心论 就是传说可能就是 大比坛心论的 summary 或者是集合它的优点写下来的 所以它的地位就等同色论 所以同学我们都是这样子来慢慢发掘 它的经文的价值定位在这里 然后引发到自己学习的兴趣的 所以同学接着下来也是一样 都是会跑表皮的 那么你读到兴趣出来了 就是将来你可以去花心思去 就是将来进行发展的地方 真的 好了同学我们现在就转过这边 看第五节和李拔摩的诚实论 好在这个诚实论里面 我们看一下 它第一有谈论主和李拔摩 第二项是谈趁一步的判施 第三项是诚实论论意列述 第四项就是诚实论的法术 同学看到吗 有看到法术 相当于是个阿比达玛 可能会有关系的 好来第五节 来我们就请Elaine先读一读了 和李拔摩的诚实论 和六节和李拔摩的诚实论 第一项 论主和李拔摩 说一切由父中生受阿比达玛论风影响的 避玉师改宗 现在有开展为进步避玉师 论理精密 取返阿比达玛的立场 对于当时的佛教界 发生了巨大的影响 信心的经步避玉师说 如上已有所申诉 此外 赫离法摩的诚实论 佛术法摩的四地论 都是通过经步而不限于 都是通过经步而不限于经步的 对经步避玉师的扛记 与莫流再为分别的论述 诚实论主和李拔摩 意义为是是指尘或是指尾 宣唱的赫离法摩 说佛尼腾后九百年初 真奴的诚实论论 说佛灭 灭度后八百九十年 家乡与君政 都是承用此说的 家乡大乘旋论 做七百年 因是二写 依古代的传说 赫离法摩 比八百年初式的 提婆词一写 莎佛多富济 赫离法摩 列宇 佛树盆头 所遇前 所以赫离法摩为提婆语 故 世青间的大师 以北方第二期所传的 佛灭 年代 佛灭为西元前五四离境 来推算 赫离法摩为西元三四 世纪间的大师 好 感谢 所以大堆支持 就是要说明这句话了 我们看一看 咱们一张 这个是狮子凯 然后呢这个是狮子肘 这些都是 尤其这个肘子是蛮少用的 这个图是生锐 应该是生锐 这些萨伯多就是沙巴斯蒂瓦达来的 过后呢这个啊 你看到吗 这个其实就是独博士班度 它把它翻译成就是 这个伯旅盘头 这就是沙巴斯蒂瓦达来的 所以当时的读音差蛮远的 好了 同学我们看一看了 好 这一边呢 有几个主要的关键词 首先第一 我们知道原来 他是本身是受阿比达摩影响的批语师 同学啊 批语师其实我们在找的时候 有稍微读到 就是有一班 有部里面有一班 他们专门是讲故事跟批语的 那这一批人呢 如果换成现代 我们有一些法师是很会讲故事批语的 举列 星云大师 很会讲故事批语的 所以当时就有一批法师 是专门讲故事批语 那这批讲故事批语的人 是受阿比达摩影响的 所以都学 将来如果 你们都是有读过阿比达摩 所以将来如果你们跑 讲故事的话 你们就有他的风格在了 那其实啊 讲故事批语的法师 如果受阿比达摩影响 一个好处就是 他除了systematic 定义严谨以外 他可以做到亚蜀共赏了 因为他有深入 过呢 他又在浅出 这样子 我突然有个印象 我在以前娱乐版 听过一个 有个歌声名叫Lady Gaga 原来Lady Gaga 她是很搞怪嘛 对形象 但暴涨 很奇怪的 原来她其实是真正 有得到那个Degree In Music School的 她有正规的Diploma毕业 她又讲 我经常 她本时会作曲 她说我都是在古典音乐里面 拿其中一个key 就是一个note 过从那边就发挥 做我的词 就写整首歌出来 这样子 所以同学 其实批语师 阿比达摩的批语师 就会做这样的事情 他会在阿比达摩 可能就拿一个 就是什么 精进心所见 他就可以发挥 这个就是师父 将要在直播 打算跑这样的路线 就是阿比达摩 式的故事 我听说蛮多pastor 也是都可以办得到的 他们因为pastor 要讲 要通俗 随便到他们 也会在圣经 去拿一段文 过后拼命去发挥它 这个就是可以把它通俗化 就是 就是那个牛奶 浓缩牛奶 拼命掺水 给它淡化的意思 是这样的 好 过后我们再看一看 然后他讲 发展为经过pastor 然后他的论理是精密的 你们学看到吗 去翻阿比达摩立场 所以跟阿比达摩的立场 是不大一样的 那同学基本上 也有一些阿比达摩基础 就比较可以了解得到如何了 好 对于当时回交界 发生了巨大的影响 新兴的进步批语实说 刚刚有提到 是之前 我们把它skip掉的 好 同学我们看一看 有步跟进步之间的 一点点关系 同学看一看 好 像刚刚我们有读到 那个咒字嘛 同学看下这边 是首先上桌布 大桌布 上桌布这边 就分硕切有步 同学看到吗 这边精亮布在这一边 然后呢 在这边有独指布 独指布分 密林山正亮布 弦咒布跟法上布 刚刚有个字 是在这里有出现的 好 这个缩转布 就是所谓的精亮布 就是跟精布有关的 同学 刚刚里面不断提到 跟精布有关的 就是精亮布来的 OK 好 所以我们大概知道 它在第四阶段 才发展出来的 所以有布本身 它也分一些布派分处 然后顾问 它有一些 就是批语实 是跟缩精布有关 有位精的东西 都是比较浅白的 OK 那么呢 这个本身 它又懂阿比达玛 又是本身 又是批语实 是一个比较 一个特别情况产生 就像我们这样 小同学 你来学了阿比达玛 过后你说 哦 我要发愿 同时演讲 我不要教 那么深的东西 你就会构成 类似精布批语实 这种受阿比达玛影响 就产生了 好 来我们再看一下 好 他讲啊 赫里巴摩的诚实论 还有就是 婆苏巴摩 巴苏巴摩的四地论 通过精布 而不限于精布的 他又讲 这个就是他所讲的 好 然后呢 关于诚实论主师 赫里巴 赫里巴 意为师子凯 这边开始 进行论证 那么呢 这边我们直接 用他的结论 就是赫里巴摩为 西元三四世纪间的大师 西元三四世纪 三四世纪就是 两百年到三百年之间 那我们可以稍微理解一下 两百年到三百年间 同学如果是两百年到三百年间 在中国刚好是有 touch到东汉 东汉 东汉 然后呢 东汉三国无数位到魏晋南北朝的时候 就是这个人物 大概是在 东汉要结束 就在三国无数位 跟西京东京这段期间里面出现的了 好 这位合理把摩了 好 然后呢 接着下来 这个应该也要放了 同学看一下 好的 两百到三百年间 就是两百到三百年间 同学是大乘佛教的时候 看到吗 是在大乘佛教 初期大乘 已经 大概是初期大乘 差不多结束 是在后期大乘的时候 出来的了 好 两百到三百年间 这段期间 同学看一下 刚好 这边有东京 魏晋南北朝 然后呢 也是什么呢 贵乡王朝 和基多王朝之间 贵乡王朝跟基多王朝之间 那么两百到三百年间 同学看到吗 没有什么特别的任不出现 同学 都是在 是在 就是龙树提婆 还有吴卓四清的正中间 所以同学就是Logic了 这个呢 是属于 中官派 大乘的中官派来的 那么呢 这是 韦士 所以呢 这个 和里巴摩 他出来的时候 他已经是跨到了 就是大乘的时候 出来了 所以同学 可想而知 他的思想 必定要有 会有中论的思想 OK 那么应该也会有 菩萨道的思想 他跨在这时候 如果他说 阿比达玛影响的 所以阿比达玛 是在这个时候 开始蓬勃的 所以他本身 然后阿比达玛的势力 都有继续开展过来 只是越来越淡薄了 所以他本身 有先学小称 过再转大称 在时间上是合理的了 不过呢 他应该不会出现 唯士跟如来藏的东西 出来了 在历史上就不符合 同学看到吗 所以同学一定要 找这种历史的表 来去对应 我们就可以 看得到一些头绪出来了 好 大体上 历史上 可信度 蛮高 都可以对得到这一些了 好 同学 我们可以先稍微去看一看 我们知道了 他的这个年代 看看在中国翻译的这一部论 有什么提到吗 同学看到吗 和礼巴默罗导 邀请旧摩罗unden 旧摩罗史是在大概是四世纪时候的人 然后赫里巴摩是三世纪到四世纪之间 所以也合理了 所以赫里巴摩招了之后一段期间 才到旧摩罗史进行反义了 所以同学看一看 历史上这个还是对正的到 大概是200到300年间 旧摩罗史是在300年后 同学旧摩罗史是在300年后 这段期间才出现的 在东京之后才出现 赫里巴摩是在之前已经写好 所以历史上也是对得到 好 我们再看一看 还有什么特别的线索给到我们 好 没了 他直接的讲了他翻译之后 直接就下到这里来了 同学你们知道吗 这个陈师傅的论主 他的背景 其实跟旧摩罗史 刚刚我师傅有提到 有雷同的地方 同学记不记得 文安记得吗 不记得 伊林记不记得 旧摩罗史的背景 同学你们知道吗 旧摩罗史本身 就是开头出家 在有不出家 过后他就转去学大乘 他记得吗 所以他在有不出家了 过后转去学大乘 那时发生的事情 都是在新疆一带的时候 他控制出身了 过后他又跑去Gashmir那边 其实在那边学大乘的 所以这个荷里巴摩也是这样 所以荷里巴摩的地点 在哪里 待会应该要读到 有的话应该也应该 在西北云那一带 这样才logic的 所以他在那一带 经常都会有小乘 转去修学大乘 部派转去修学大乘 那么经典在那一段 代代流传 然后他也不过是 不超过一百年就出世了的人 他就接触到这一步 那他本身也是这样的 那他翻译就可以很理解了 看到吗 这个是在历史上 还蛮有趣味的一个现象 好来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荷里巴摩 好来就请 就是文案读一读了 有请 荷里巴摩是中天著人 为 旧摩罗陀弟子 如说 既兵小城 邪者之将 旧摩罗陀上著弟子 在 在 沙坡多部 达摩沙门 旧 摩罗陀弟子 这位旧摩罗陀 传说为 沙坡多部 所以有人以为 不是经部本身 旧摩罗陀 而另有其人 然 在世纪上 在世纪上 城市论 是经部议师 而 旧摩罗陀 也建议 沙坡多部计 所以 谁说 沙坡多部 旧摩罗陀 乃不仿是 经部本身 辟义师 本为说一切 有不得一系 旧摩罗陀 是辟义师 独立 而曾经部的 创始者 被推为 经部本师 而自己从 沙坡多部中来 那么 说他是 沙坡多部 有什么不对呢 从传说的时代来说 和里巴摩 海布能寺 旧摩罗陀 旧摩罗陀 旧 门弟子 如说是 经部 PEC的 写者 就差不多了 从西方 传来中国的 传说 没以思想的 承受 违纪 门弟子 古代的传说 是不能过 以 记你的 规论 玄庄门下,常惯作词说,如说清伴八维亚,外事生法之福。 和里巴摩传,有几句重要的话,如传,说,持有真识不生,诸八年佛巴,并尊奉大圣,原事五部之本,要与同词,读得原心方等,类意九部。 好,感谢,来我们想和这一大段。 好,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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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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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都是传说说大乘是从哪里来 一般都会认为跟大中部有关 同学如果还记得就是我们读新疆的佛教跟阿富汗的佛教 大中部其实也有往西北印那边去发展 还记得吗 四处四处就是他们盖的那两个大佛乡 阿富汗是他们盖的 但是大中部也有往上去进行发展 同学我们看一看它的地形 这些合起来是蛮有趣味的 这比哈森 对了呢 恩许有了 过后呢我们再看它是在卡什米尔那边 我们看一下地形同学 好 所以呢按照他刚刚来讲就是呢 他本来是在西北印这边 卡什米尔加姆 他的老师就在卡什米尔这边 有故的老师 他在这边有学习过 他有到过这个地方来 那么在这里啊 他学了 他不满意有故 他就往下来到巴达利布达这边 那这个巴达利布达呢 按照啊就是刚刚历史所讲的 刚好呢就是这个王朝 就是基多王朝的前后 刚刚是讲是基多王朝前后嘛 我看一下先 对 等下呢 古大了 对 同学看到没有 古大王朝 所以呢就是在这个时候的前后 所以在时间上啊 他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这件事情 那么他要回到来这个地方之后啊 同学看一看 他来到这一边是 就跟这里的大中部住在一起 然后大中部的人本身啊 他们呢有学大称 然后他本人呢 他很特别 他西北印下来啊 他有很多有故的思想 可是他不给他具现 他就学大称 然后跟大称进行融关 所以为什么同学 诚实过后啊 他写出来的 是可以贯通大称和小称 可以贯通到大称的著作 原因就在这里有关 同学啊 这个情况是像什么 第一 法显法师 他到苏利朗卡 他住在安罗拉塔布拉 他是住在大中部的地方 就是说愿意啊 他是住在 他是个大师派的五位三派 他是住在五位三派 五位三派是容许啊 异教徒进来的 所以就这个缘故啊 他可以交融得到 在那边他也可以学得到 他的优点 可以变得到 同学这个现象 其实目前是比较少见 像师傅啊 我们过去缅甸的时候 对不对 他大体上是 我们是贵宾 他当我们全部是客人 拓帕让我们先走 但是 不惨他们 不惨他们 我记得以前 我住过一个缅甸道场 就是里面曾经有一个外国出家中 读瑜伽斯蒂论 他们不允许 他说这个不是我们的东西来的 你在我们这边的话 只允许读我们的 测同地的东西 你不能够读这种 这样的 所以同学就是这个缘故事 这些部派 他就是现在 虽然看到大师派代表 保守派 那么类似这样 有部应该也是保守派的 所以他们这些事 就维持了他们原来的风格 就没有进行融会贯通 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呢 换到现代 我们算是融会贯通的 我们到位多来 我们是先有 北传一些大乘经的一些基础 过我们去学测同跌步 因为部派东西 他们东西 现在在时代上来讲 是比较流行的到 所以我们去学他东西 柔和进来 所以其实现在 发生在我们 像二地的现象这样子 就像荷里巴摩论斯这样的 这样子 不过我们不是一起住 而是师父 跑去跟开阴法师 开阴法师是在缅甸那边 住过一段期间 我也到过缅甸 所以我熟他们 就有亲切感 所以我们的东西 创作出来 所以我的西里巴士里面 会出现 怎么出现南传的 阿比达玛的 其实同学你们知道吗 在中国或者是在台湾 有蛮多中国佛教主义者 他们会认定 我是中国人 那么我应该用我们 中国北方北川 我的经论才对的 他们有这样子的 也有这样的想法 我们不一样 我们在马来西亚 我们就可以掺杂 这样子 就觉得都无所谓 但他们有些 中国本怀 中国佛教徒 中国僧侣 就非要用回自己 我们在中国本土 翻出来 在我们这个地方 才倒地的 有些有这样的想法 所以我们的布派会分到这样 所以就这个远古听说 现在在中国那边 他就是现在 这个南传 目前的像一些蚕食的势力 已经渗透到中国那边 所以他们也出现两个极法 一个就是 如果他是跑大乘 北川大乘 他就是为了要捍卫自己的市场 就扁对方为想称 让那些人不要跑去他的地方 那他们这些是跑原始佛教的 心知的 靠近给原始佛教 就以原始佛教来捍卫自己 我们是原始的 他们是家料的 以便的信徒不会跑去大乘 看到吗 情况就是这样 我们是一般般 所以你们来到看到 中文是讲 或者我们讲马传佛教 就是我们把两个东西柔和 同学基本上 这个不能够两个一起住不能的 一定要我们法师 两边都柔和得了 再来我们的头脑柔和 再把它展现出来比较办得到 不然的话 如果是找一个 又大这个小子和住一起 住不到的 住不到的 所以呢 他现在目前 就是在 和里巴默出现在 不大的情况 在斯瑞兰加也发生 然后在我们马来西亚 现在就发生这了 所以现在开始出现很多 就是 以前南村都是讲英文原流的 现在蛮多可以讲中文的 南村原流跑出来了 这样子 然后呢 以前南村一定是 学阿比达玛讲阿汉经 一定是披南村架杀 现在没了 开始北传 有传这样子了 这就是在交接地方有了 如果你们到过 洪福寺就看过了 我们有些南村的师兄弟 像开阳法师 是穿南村架杀 打木鱼念金钢金的 所以这个现象是很独特的 对不对 你们没有看过 一定要在边界 就会看到 南村法师是念金钢金的 打木鱼的 就会出现了这个现象 好 来我们看一看 这个是有更近 不去说明到他 所以他 他这边对他们赞叹 他可以 不被有误的拘束 可以宽动到大称 大中部 分别缩细 直到大称 同学看到吗 分别缩细是哪一个 就是这个来的 sorry 分别缩细 同学 分别缩细就是这里了 同学 分别缩细主要指的 就是这一些 影光部 法杖部 化底部 这些全部是分别说 看到吗 上周不分别说 为什么不谈 侧童蝶部呢 师父只讲 影光 法杖 跟花地 为什么不谈 侧童蝶部呢 所以可以想得到 为什么现在讲 分别缩细 我不去提 侧童蝶部 反而提另外那三个 所以有印象 猜得到 同学原因就是 我们在其实 之前的课有读到 就是呢 侧童蝶部 是往 苏里兰卡发展 那现在啊 他都是在印度 本土大陆 另外那三个部派 同学 他们都是在 印度本土这一边的 四个里面分别说 侧童蝶部就直接下 苏里兰卡 大概在 第三次阶级 已经下来了 过去 就从这边 跑去缅甸 台国发展了 然后呢 其他那三个部派 都还在本土里面 所以为什么呢 就是说比较相关的 就是另外这三个 法杖部 画地部 影光部 这三个了 那我们这些 也读到了 就是 虽然这三个部派 是在这里 他们呢 而且部派之间 都注重 都在蛮靠近的 所以他们的思想 都有互相影响的 好 然后接着下来 这里还提到 荷里巴摩 从破圣论外道 而受到当时 过我们的准径 同学 这个就是圣论外道 这个圣论外道 也值得提一提 为什么 因为啊 现在目前 我们在阿比达玛学的 那个格拉巴 这个圣论外道 他们也有这个想法 所以呢 他们有时候 你要谈Originity 最高兴的 有找到这个外道 可能这个就是 被外道影响 这个不纯的 我们就不要这个 我们去找更纯的东西 所以呢 他们在南川 如果要跑纯的 他最高兴就是 找这个东西 这个也是没完没了的 为什么呢 因为啊 其实他们也发现 在找到清清道问 跟瑜伽经比 Yoga Sikra 蛮多共同点 蛮多共同点 然后刚好 在时间点上 Yoga Sikra 找过清清道论 哦 那高兴使他们 高兴他们 原教主义讲 你看清道论 应该都是 又是被外道影响的了 所以我也不懂 到最后 留下几个句子 是真的佛说 剩下那几个句子 我看都做不了什么东西 对不对 你要架构赤地 要做什么研究都做不了 因为你已经去到 很狭窄了 看到吗 我是觉得无什么所谓的 就参到就参到 把它佛化就好 然后使用到最后 最后还是这样 而且它也不像 避密大秤 如果像避密大秤 已经跑到太遥远了 那你双修 已经回不到原来 现在美码都是 都是 只跟关的东西 有参到也是蛮正常 有一个有交流的 就是缘故 是在这里 好 这个有提到 圣论派了 好 这一边 同学 这个的 神奇部 就是 Sanghika 大中部 是让同学 吵吵 这个是 Maha Sanghika 为什么这个大中部 好 同学 大中部 吵吵吵 Maha Sanghika 大中部 Maha就是大中了 Maha是大了 中是指Sanghika 所以我们讲 深中 也是用Sanghika 然后呢 它意义也 成为 Maha Sanghika 同学 这边提醒一下 法显法师 从印度 带回去的律 就是这一步 Maha Sanghika 不来的 Maha Sanghika 不来的 不过呢 法显法师 过后 把这个带回去之后 没有流行 不是很流行 我们更流行的 反正现在 目前的 师父受的 是法杖部的律 法杖部就是 分别缩细的 其中一个 反正是法杖部 Maha Sanghika 比较流行 所以 所以法显法师 带回去的 不大流行 而法显法师 从那里带回去 就是在 Padaliputta 看到吗 中学有关联的 看到吗 法显法师 是大概在 大概是 四世纪时候过去的 应该蛮靠近的 所以呢 所以是logic的 所以世界上 根本是通得到的 应该是和李宝摩在找 也可能两个 有见得到面 所以说大师 就是四世纪的人 他是二三世纪的人 也不能了 二三世纪 可能就过后之后 法显法师才到 一样是到 华士城 你知道吗 同学 同个地点 学的就是 摩尔森旅来的 法显法师 看到吗 所以历史上 贯通得到 也是蛮高兴的 这个就是 学这个绿点 好 同学记得 关于这个大中部 这个摩尔森旅 他们研究那么多个布派 他是最古的 莫河森旅是最古的 因为如果比较就知道 它是最古 最原味的 最开头的 这样子 好 这边就有提到这些了 还有什么关键字 圣论外道 给同学稍微知道一下 圣论外道 这个其实我们读 印度佛教史 是必须要先学外道先的 圣论外道这些 当时就会学到 看看他什么主张 Vaicessica 什么学 Vaicessica 看一下 是属于六派哲学之一 同学 我们是加摩尼佛 我们跟其他教都不是六派哲学之一 We are not 什么原因 六派哲学 第一 以废陀为权威 我们不相信废陀的 我们不相信济世 可以解脱的 所以我们不算是印度的 六派哲学之一 所有同学记得 这是相当独特的地方 再看一看 然后他们有他们的Vaicessica Sutra 同学看到吗 他选中还有翻译 圣中十句议论 没有翻他们的东西 你看同学的概论 该学派认为 有一个最高实体 是他控制着 极为 极其形成万物的组合 看到吗 他有极为的想法 看到吗 然后他将一切以概念 对应着存在 视为实有 概念想对应的 全部都是实 实实存在 Pathata 也就是Pathata 这样子 都是实在存在的 用这个来说明 世界的现象 他们认为 存在物 可能是可见 或不可见 物质非物质 永会分有 等等等等之类 所以同学 你看到吗 在这些里面 有时你会感觉到 蛮靠近 一些佛法的内容 甚至一些科学的内容 都有所在的 所以很有可能的 当时这些外道 也是通过禅观 来架构他们思想 同学圣论派 请写一写 Pai Sessica 不过他会认为 有一个最高的实体 去控制所有的一切 这样 那我们佛教 就没有认为 一个最高实体 我们依然是用 元启法来去说明一切 这是圣论派 伊林 伊林跟斯明 你们是有买到书 还是都是看电脑版的 电脑版 电脑 OK OK 好的 这样的话 刚刚是 有时父母并没有 看好这些 都不难 马上就可以处理出来 对不对 用电脑的方式 就快速了 好 来我们再看一看 好 这个就是认为外道 大概迟到这样就行 来 接下来就请斯明读一读了 斯明请开脉 歌离 伐摩的著作 就是诚实论 论分五句 见度 八影论句 苦地句 疾地句 灭地句 道地句 凡二百二 平分十六件 就摩罗史在 秦宏史 十三十四年 一元四一一 四四一二一出 谈饮比授 谈饮或误写为谈 因而或误传谈 以谈 即为恶人 诚实论对于中国南朝的佛教 分发出一样的光辉 其两二代就是诚实论诗的黄金时代 感谢 同学你有没有听过诚实中吗 有听过吗 八大宗派诚实中 斯明有听过吗 诚实中 有 就是诚实论为诚 看到没有 他只要有翻译出来 过后呢 就是有流行过 就成为一个宗派了 基本上就摩罗史蛮厉害的 他翻译阿弥陀经 就成为 静宗 然后翻译涅槃经 就涅槃中 翻译诚实论就成诗中 所以翻译了之后 中国各种派系就开始 跑出来了 这跟他有关 那他这个分类法 同学 留意一般上 经论如果放苦及灭道 这样的分类法 他可能跟 他就不是 不算是以道次第来 来来撰写 这种论 一般上他内容 蛮多论证的方式 是论辩在里边的 那么一般上如果他真的是观行论 他用的是戒定慧的方式来写的 因为他会 盖你 戒如何修定 定如何修会 所以观行论一定是这样来 compose他的论 但是用苦及灭道这些 通常就不会完全的谈修行的 蛮多会谈到一些义礼在 像极地这些 就有义礼要谈的 对不对 苦地跟极地都可以谈最多义礼的部分 和哲礼的部分 那么灭地也可以谈得很更悬 对吧 最悬就是在灭地的部分 有时大乘金刚跟灭地谈到 都不知什么来的 到最后道地就比较practical一点 好 来同学 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往下看 这一边就是有提到 中国南朝的佛教 南朝是魏晋南北朝 好 来同学 我们再往下看 乘以赴的判设 好 就请Elaine读一读了 第二项 乘以赴的判设 诚实论是大乘还是小乘 属金库还是其他部派呢 这是理解乘识论的重要问题 应先为论诀 对于这一问题 家乡的三分悬议 曾三度说道 一 有人言则善而从 有文弊录 弃众识之短 取诸步之长 有人言虽互策牌 寻译正用谈无得不 有人言偏策彼谈 端同地域 正第三正语 用经不易也 简据色论经不知意 多同诚实 二 有人言是大乘也 有人言是小乘 有人言 探大乘义 以是小乘 据含大小 三 多文部 据足诵生 潜意 生意中有大 乘义成诗论 既从此不出 第一则是 专官与生文部派的诚实论 不属于任何部派 出入各派 是极有见地的 但不免控罚 说诚实论 正用谈无得不 是由已见灭得到 但这不是 谈无得不的特意 谈无得不 的其他论议 也没有诚实论所采用 所以这一说是不可信的 要想 赞同真谛 所说 用义务 用经不易 这确实是 多少相同的 第二则 讨论 诚实论 的 是大还是小 说他是大称的 是古代的诚实论 如两代的三大法师 说他是小称的 如天台自 凯 经引会员 家乡及账 说同 与大小的 与第三则相近 这一说 出入正地 不自论书 但也没有其他 论义可以证实 好 我们来感谢我们小话 这两段 请不吝点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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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 我们看一看 关于这个诚实论 大称小称 目前就是要去弄清楚 应该把它判在哪里了 这个就是 就是这类型的著作 经常会去进行考证的东西 我们看看先 一二三 同学 同学他的处处 引致三论悬疑 这些都是三论悬疑里面提的 第一个他有几个讲法 我们稍微去消闻一下 他说 有人缘什么呢 则善而从 有文必录 就说 他只要 就说 讲诚实论 只要是好的 他都拿过来 有听到的就记录下来 气重是之短 取柱是之长 他会把其他 因为这位赫里巴摩是有周围参学的 他把老师的短的去掉 然后把它长处留下来 然后有人说 税负 侧牌群义 正用贪污德布 同学贪污德就是 Dama Gokta Dama Gokta 就是法藏布来的 所以有的人认为 它是有用到法藏布的东西 这样子 这是第一个讲法 不过同学 这个第一个讲法 就被英顺导师这里否决掉了 什么缘故呢 因为他认为就是说 诚实论有讲到 贱灭德道 贱灭德道本身 就是法藏布的主张来的 这同学记得吗 所谓的贱灭德道 意思就是说 基本上你可以证出国的话 是我们有两个讲法 一个是盾物 一个是贱物的 那么在这边提到 就是当你可以 那个所谓的灭 灭的主要其实是指涅槃 当你可以体验到涅槃的时候 你就可以证出国 二国 三国 四国 那么它关于这样的课题 其实都有不同的布派 有不同的讲法的 那法藏布是用这一个 告他采用这个 那么他们就认为 它是应该受法藏布的影响 但他说不是 原因是因为 法藏布有蛮多东西 它并没有引来用 所以就把这个东西 进行推翻掉了 好 同学看 第二有人缘是什么 他说排泄毗坛 他是排泄毗坛的 专同辟语 反而比较认同辟语诗的 然后真帝三藏 有讲 同学我们有四大一经诗 其中一个叫做真帝 比较大家不熟悉的 真帝三藏蛮早期 比宣传还要早的 它那个年代是叫旧义 它翻出来的东西 真帝三藏讲 用经步义 减句诗论 经步之一 所以真帝三藏讲 你这样的话就是用经步 然后再检索句诗经步之一 多同辰诗 意思就是说 他讲如果你真正去检索的话 蛮多都是和诚实论蛮共同的 如果你们经步的义 去查 去设论和经步的话 他讲 蛮多是跟诚实有相似的 好 过温的这边有人缘 他说是大秤来的 有人说直接说是小秤 有人讲的就是 碳大秤义 也是小秤 就是用大秤来去诠释小秤 巨行大小 大小都有了 这个是这样了 第三个就多文部就认为 就是什么呢 据诸诗生浅义 生义中有大秤义 就是这些也是说他本身 很有大秤义在里边 所以这边就是有提到的 来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是被推翻 第二个说他是大秤是指谁 同学就是主要是古代的 诚实论师 OK 一位专门推广诚实论的 过温呢 讲的是小秤的 就是这个是读天台秩义 秩义就是自者大师来的 然后的慧远 慧远就是 这个是在静与影的慧远 然后呢 家祥几帐 慧远就慧远大师来的 慧远大师来的 然后呢 家祥几帐 这个是另外一位 讲经说法蛮出名的 一个大德来的 说他们讲 是这一些 然后呢 说通大小的 以第三者相近 我看一下 显了 说他是大秤的是古代 他只是论识如良代 说他是小秤是如 这一个 这个 这个 家乡几帐 说通大小秤 这边段句可能有问题 有可能呢 讲他是通大小秤 这是家乡几帐来的 同学这边的 标准符号可能有问题 过他说 这一说处于真谛 物质论书 但也没有其他论证可说 同学 sorry 这样看来就是说 讲他通大小秤 主要是物质论书所提到的 这个蛮合理 因为呢 在前面这边 真谛讲过他什么 他讲 真谛讲 你去用 他来 去用他的经义 经步义 然后解锁 句色经步之一 找到诚实论 意思就是说 看得到 他有经步 然后呢 他也是有 毗坛的义 有小秤的 含义所在的 好 我看一看 这可以来到一两 一两小段 来 请Mandy读一读 首先 首先 考察诚实论 是否与大秤有关 加详品为 两百二品 并探视阿含 十六卷文 静无方等 这是判诚实论 为纯小秤的 这多少流于强调 诚实论 明显地 引证了大秤经验 有明文可证 马明菩萨说写 提婆 菩萨四百观论 菩萨藏等五藏 菩萨藏中说超越相 所说以大秤义相应的如 若知 我明珍 我明珠 若不见珠法体性 若不见珠法体性 明见无我 佛一切智人无恶 夜报 但以无量神通方便 现为佛事 如寿绑等 不可思议 谈等六波罗蜜具 主能得阿喵多罗三菩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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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洀 同学呢 在这一边呢 他就quote这些出来 来说明这不是大称的 一位家乡认为 他不是大称 是纯小称的 这边呢 其实这一段呢 是印证上面所讲的 看到吗 说他是小称的 就是家乡计章 会员 还有就是致义法师 这三位 讲他是小称 那英顺导师就平坡说 我不是的 他是大称 同学全部都跟什么有关 你看到吗 无字体 入空 诸法皆空 必进空 行大悲 安乐多罗三位三菩提 所以同学这些 全部都是 谈空有关的 所以之前呢 我们有进行论证 对不对 说他的东西是 因为啊 他是从部派这个年代 跨过 他是在这个年代出生的 随便到部派的东西 阿弥陀玛他已经 有机会结束 那么呢 他有结束到的大称 毕竟是跟中空 初期大称有关的 就是和空有关 他应该没有这些 所以就对了 对应得到 这样子 好了 我们再看一下 好 再一段了 好 来 请斯敏读一读 好 可以 可以暂停 好 同学啊 关于这个啊 看到阿含经的空意啊 可以从小称通去大称 哦 这个他这个 算是稿件 而这个稿件呢 其实当时 师傅在台湾服务员 念书的时候 对不对 我有参加一些 学术论文发表 他们在那段期间 有好几篇文章 特别研究就是呢 小称的空 可以通去大称的空 因为呢 往往是这样的 我们常常啊 都会把小称分大称 然后呢两个好像毫无相关这样 但是其实 这两个空啊 是可以连贯得到 这是好事来的 所以呢 会发现大称度人的空 他其实就 阿含的空 是可以相贯得到的 所以变成就是 我们也不用太过担心说 大乘非佛说的问题了 因为他的内容 主要是符合得到佛法 他可以搬得到过来 即使他离开 弗灭蛮久 都不构成问题 因为他主要是内容的关系 所以呢 这个空可以相应得到 那么就可以啊 让一些学啊 就是学雇派的人 对不对 学阿含的人士 也可以去接纳得到大称 而大称也可以接纳得到 前面之前的 就是雇派了 因为 有的内容啊 大家是一脉相承 这是重要的发现来的 所以我是觉得 这个合理把握 他这样的发现 做这样的连贯 其实是尝试啊 做一家亲 这种这样的举动 不过我担心啊 这一些啊 会变成一厢情愿啊 因为啊 当啊 两个跑得很极端的啊 一个是跑原始极端的啊 他容纳不下这一些东西的啊 然后另外一个啊 就大称的啊 就我们是最最最最圆满的 所以呢 这些都是零跟一 他们不容许中间的 所以合理把握 这些是属于跑中间啊 来让他做贯通 这样啊 好 我很高兴啊 原来合理把握在做这个事情啊 其实是有想办法要团结啊 是可以办得到团结啊 大声小声之间的鸿沟啊 我们的文安啊 也在努力在做这一个 他的论文啊 也是想在做这件事情啊 所以蛮有意思下啊 来我先解释一些词啊 就是全无方等 好 同学看一下方等啊 Vipuya 同学可以写一写啊 方等就是大称经的种词来的啦 就是Vipuya 同学可以写一写啊 好 同学我们今天课到这一边 我们在下一堂课啊 师傅再请文安啊 有时间关系 往这边听 来吧